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来谈一谈 最近的 武汉肺炎 新冠状的肺炎 在切入这个主题的时候 有人在问老师一件事 他说老师啊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那老师的看法是这样子 鬼吼 我没有办法让你看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活菩萨你可以看 那这些同学问老师 老师哪里可以看活菩萨 你注意看吼 这次的武汉肺炎发生的时候 你看世界各地都有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不怕危险 在跟这些病毒搏斗 所以在某些的界面上 这些第一线的黄医人员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就是活菩萨 这个第三皇菩萨将来一定会给他们记上一笔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尊敬 向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医疗人员 简易人员跟他致敬 好 那为什么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开一个视频来讲武汉肺炎 很多东西有因必有果 在佛经上常讲我们常讲一件事 讲什么是 菩萨为因 凡夫为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果概念 你看我们的一般人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懂不懂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表象 那既然今天肺炎已经发生了 那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那今天我们从这个卦象里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他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冲击 那冲击的成因 它的过程跟结果 我们要怎么样来趋吉避凶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卦 第一个卦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第一个卦 台湾对黄毅第一个卦 叫做雷天大壮 听好 这次卦为什么标出来那么准 台湾在这一次疫情的皇后上 鼠目 2019 2020 对台湾非常有利 在天时上 在地利上对我们有利 但是这个压力来自金 大陆就是鼠金 这个压力来自大陆 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什么时候开始看出它的威力 其实从卦象来分析 听好从这个梅花一张 从疫经六四卦来分析的话 在2019年农历的7月8月 已经露出端倪了 听好哦 农历的7月8月 它已经露出一个端倪了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的发生 已经造成了小小的震撼性了 那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都一直忽略 都一直忽略这一支病毒 那到农历9月份的时候 到农历9月份的时候 又助长这一支病毒 可是在农历10月跟11月的话 这一支病毒突然泄气 也就是说它可能经过人为的 刻意的 还是不经意的把它忽略它 所以这一支病毒最恐怖爆发 是在2019年农历的12月 爆出来不得了 台湾现在就是说到这个金 大陆方面来的西方这个金的压力点 很严重 雷天大壮 但是这一支卦 第一个卦好处在哪里 我们台湾属木 在这一支卦象来讲属木 那这一支木的话 刚好在2019 2020走水运 会挺这个木 所以在天时地利上 在天时地利人和上 台湾占有优势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卦开始在变了 这个当中的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看 折天怪 折天怪 也就是说台湾属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金了 折天怪就是外金内金 一切很顺利 这一支卦象在跟你讲 在跟这一支武汉病毒 斗争的过程当中 台湾会立于不败之地 台湾可以完全的掌控 这一支病毒的演变 所以大家不要太惊慌 不要太惊慌 真的人都没什么事情 你不要怕不要怕 没有什么事 最重要的是最后面这个变化已经跟你讲 讲什么 雷锋恒 雷锋恒在跟你讲一件事 这一支病毒 到最后必定会被人类所掌控 那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时候 我要跟各位讲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会超乎人类的想象力 我再讲一个例子 澳洲联系的大火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火 你怎么铺就都没有用 听说动物伤死伤超过十亿个 十亿只动物的生命 你看突然之间一场大雨 有没有 有没有一场大雨过来 全部的大火被熄灭 现在澳洲在做水灾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人的头脑 你能够去克服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人定胜天 那是吹牛的不可能 人不可能胜天 但是人可以跟天呼应 呼应啊 就是互相来对应 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最后一支挂在跟你讲 雷锋恒讲什么 这一支病毒何时会得到 完全妥善的控制 在农历的二月 听好 对台湾最不利的时间点 是在2019年农历的十二月 对我们非常不利 但是到了农历的一月二月 现在是农历的正月刚过完 到了农历的二月底之前 也就是国立的三月二十三号之前 这一支病毒 必将完全被台湾所掌控 各位不要担心 人人在等大概四十天 四十天之内 必可以找到解决他的方法 这个叫雷锋恒 那这一次从两岸在处理这个病毒的时间 可以看到 大家还是意气之争 还是在意气之争 我常讲一件事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形态 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形态 它常常会让人家丧失理智 ideology 这一支意识形态一定要改 我倒是呼吁 呼吁一下 呼吁要所有的领袖们 去读读纳许平衡 1994年 经济奖的得主 纳许 他讲过一句话非常有名 这件事你可以给两岸的领导人 两岸负责两岸沟通协调的人 一个参考的一个界面 一个不同的方式 好 什么叫做纳许的均衡理论 他在跟你讲什么 他在跟你讲一件事 什么事 不是合作的双方 非合作的双方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如果已经确知 互相彼此对方的均衡点 也就是说已经知道 彼此对方的红线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他的红线 他也知道你的红线的时候 底线的时候 任何一方 不可能透过改变自身的策略 而增加自身的利益 这句话就讲得很白了 我们有我们的底线 对方有对方的底线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透过改变他自己那一方的策略 而得到利益 只要大家有这种概念 我跟你讲 纳许的均衡点 虽然是非合作的均衡点 到最后演变成大家合作的一个平衡点 那这次病毒大家不要怕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考虑什么 人的扩散问题 医疗的问题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疫苗的问题 其实他有一个东西没有算到叫变数 什么叫变数 我常讲自变数跟医变数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你就没有机会 叫no change 在这一次疫苗一样 你们都少算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变数 听好 大自然随便一个气候异常的变化 会导致这一支 这一支病毒 整个毁灭掉 因为现在我们研究疫苗来不及了 我们只能够消极 非常消极的避免人跟人的传染 但是很多恐惧都来自那种无名的恐惧 因为大家太挂碍了 有时候你敞开你的心胸 像心经想的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眼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在这一次的瘟疫当中 在这一次的肺炎当中 用佛法来看的话 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最严重的地方在这里 台湾今年可以过 最重要这个雷锋横 在跟你讲什么 一月二月台湾没有事 这一支病毒必将卷土重来 听好 反而2021才是一个大灾难的开始 2022还不会 2023也不会 照这样看的话 2021它是一个disaster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灾难 那我还是在这样的 呼吁各位 第一个 我们首先要向那些医务人员 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致最高的敬意 第二点 大家对这一支病毒 不要太不要太致意 不要太care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生活习惯的改善就好了 第一个还是尽量 尽量不要出去公共场所 像老师出去为什么戴口罩 我是不怕怕吓到别人 我是没怎样 大概戴个口罩让大家安心 我也是到外面去买买报纸而已 尽量的尽量的 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对我们 对我们政府的设施 对我们政府的措施要有信心 人怕人 怕死人 听到没有 不要再危言耸听 他只是一支病毒 到目前 没有确实的证据说 这一支病毒的致死力达到几个% 所以不要 不要太紧张 但是他来了的时候 我们就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然后放下他 千万大家要放心 还是那句话 有空做做烟共 念念地藏经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就把武汉 武汉这个肺炎 从这种 液经 从梅花液沾这个挂 就讲到这里 好 拜拜 拜拜